暗访vlog第46期 这期视频应该是你看到的 讲解黑白思路最全面的资料 内容比较多 说的比较快 你可以收藏之后多看几次 理解曝光方面的理论 需要对整个拍摄和制作环节的各个要素都有认知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很难 又有很多人对它不屑一顾 都是因为没有把全流程完整和完善的做到位 没有理清楚照片的放映 不太容易认知摄影的曝光 如果底片只是用作扫描并且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自然觉得曝光这个事没什么 那么这期视频我就把全流程掰开来说 很多人觉得曝光只是底片的事情 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包括拿着分区曝光说胶片的 这也是不对的 分区曝光理论谈的是相纸上的灰接关系 而不是底片上的 它告诉人们在观察实景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照片做成什么样的效果 不论是你选择的器材还是耗材 不论是你底片和相纸曝光和冲洗的技法 都是为了想要的照片效果而定的 对于一位成熟的摄影师或者暗房师 往往是确定了放映的风格材料和手法之后 才根据他们的特性通过暗房设备去匹配出一张合适的底片 底片的曝光和冲洗啊就是为了无限的去接近这一需求的 所以这种倒去的思路 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做 它会获得很好的结果 如果你每一个环节都随心所欲 或者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那你最终就会偏离很大 我经常跟学生举例 从前到后那么多个环节 哪怕只有10个 哪怕每个环节你都极致到99分 那么十字方之后你也仅仅能达到90分 如果你每一个环节幸运的达到了90分 那么十字方之后你不仅不能及格 连35分都拿不到 这就是你看到的寻常的状态 那么整个胶片流程有多少个客观因素 这10个是无法忽略的 1.现场环境 2.摄影的影调 3.摄影镜头的选择 4.底片的选择 5.底片的影响 6.放大机 光源和光录的选择 7.放大镜头的选择 8.相指的选择 9.相指的冲洗 10.相指的其他的处理 那么在10个客观因素当中 在镜头和底片之间 在镜头和相指之间 是摄影师和暗房是主观去控制的曝光方式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 我们一项一项来谈这些客观因素 第一个现场环境 在自然界当中存在的光比 只有带阴影的正午直射光和逆光的光比最大 绝大多数的底片 都是为了这一个范围而设计的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是绝大多数你拍摄的光比 也就是80%以上的现场环境 都是属于中小光比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照片上的黑白灰和现场光 并不见得是对应的 你底片充许出来的密度 也不见得跟厂家提供的曲线 或者充许数据匹配 你拍摄照片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你想要的更合理的画面 而不是单纯的去为了还原它 所以要主观运用 第二个影调的构思 我在第43期视频里面谈到我摄影的影调 你可以去复习一下 这里不再赘述 你是要正常影调的照片 压缩影调的还是扩张影调的 这个是你要先想清楚的 因为相指的密度就那么多 你要灰阶层次的自然纹理就很少 你想要画面概括整体底片 密度自然就不可能那么高 你想要的照片效果 是受底片密度差的大小影响的 同时也受现场的光比影响 往往我们在大光比的时候 倾向于正常影调或者压缩影调 在小光比的时候会选择做影调的扩张 当然你后边所选择的放映设备和方法 也决定了你平时拍摄的影调 第三点啊摄影镜头 这是一个交织科学和玄学的话题 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 你理解了就是科学 你不理解它就是玄学 在黑白摄影这个范畴内 我们不谈什么郊外成像 摄影镜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镜头的反差 很多人不理解 或者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摸索才理解的 为什么很多人说老镜头好 明明分辨率明明色彩还原各项参数 老镜头都比不上现代镜头 怎么还是有很多人追捧 尤其是那些玩了几十只镜头的人 但是你想一想啊 底片重要的是分辨率还是影调 如果是分辨率 可以通过增大画幅轻松获得 那么影调还能怎么办 现代镜头的设计初衷 是小型化和高分辨率化 提高分辨率需要提高微反差 这就主要通过镀膜来补偿 这就意味着破坏灰阶的连续性 高素质的老镜头 带来的是线性的连贯的灰阶 这对于正常光比和大光比 有了非常好的光学补偿 在底片上面可以呈现出很好的密度关系 相比值下多层度膜的镜头 不论是微反差 还是相同冲洗环境下底片的密度 都要强力很多 当然 这用来处理中小光比会更合适一些 第四个因素 底片的选择 不同类型的底片 具有不同的设计思路 比如辅马底片的暗部 压缩明显 这就意味着反差比较大 而辅马的相指 具有和底片互补的特性 如果你研究过辅马的可变反差滤镜系统的话 它就跟伊尔福的底片 显影液 相指和绿色片 每一项都很中性的设计很不同 你了解一件产品 就需要通过它整个产品线的匹配来认知 正所谓圆塘化圆石 它都有它的脾气和秉性 你顺着它的特点来引导 还是强加给它一个未来 这对于它的结果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需要适当的做一些测试 比如密度曲线 就会帮助你去了解它 第五个因素 显影其实是需要跟底片一起说的 但是显影的种类和方法太多了 不同类型的显影业 具有不同的设计思路 我仍然会优先建议使用原厂的搭配来使用 它们的设计和厂家给出来的数据 是相互作用产生的 如果你把伊尔福的HP5和FP4 按照你能够查到的数据用 科达的HC10来冲洗 你就会发现FP4的密度和反差很不正常 这种情况在科达的底片上面就不会出现 那底片的类型也有很多 有粗的 有细的 有指不明显的 有肩不明显的 有影调复古的 也有明快现代的 这都需要符合你对于现场所预估的照片效果的需求 而第六个因素呢 对放大机的了解的人就很少了 不同的光源 不同的光路 聚光 散光 半聚光 不同的风格和底片的需求 而这个环节特性是照片制作 完全没有办法忽略 但是绝大多数人不重视的因素 除非你有几台不同类型的放大机 针对性的去做好一张底片 如果你只有一种类型的放音 那么给它的底片如果不是加分的 那就会减很多分 包括后边的几个因素 它们的特征都可以归纳于反差这个字 很多人喜欢这么叫 但是反差包含了三个不同的特征 是不能够搞混的 我们通常讲的反差是密度差 我一般直接称密度差 包括底片和相指的密度 也包括镜头的光学密度 这个近似于特性曲线的斜率 我们常讲的另外一种反差 实际上是特性曲线的形状 是黑白和灰比例的关系 比如S性曲线就是压缩了黑和白 增加了对比度 这种类型我会直接讲 是否利用了底片的肩部和指部 或者是销数他们 第三种反差是很多老摄影师 和老暗访师经常谈的 因为他们使用电号相指 当你仔细听他们讲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经常说的反差不够 其实是密度不够 也就是黑度不够 这方面可以通过严谨的曝光 或者材料可以很好的解决 好 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思路 当我们面对一个阳光明媚的 正常光笔的现场的时候 我们会倾向于做影调加速 因为大光笔 你再去做影调扩张 底片的密度差就会增加 而相指的密度差是固定的 是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灰阶 的每一段都充分表现出来的 因为每一个阶调在相指上 只有窄窄的一小段灰阶 如果你用新雄乳记的底片 你的底密度可以轻松超过4.0D 它甚至可以用作古典工艺的印象 但是你要知道在相指上面能做到2.3D 就已经是解决了 你底片上的影调映射到相指上 如果不能被释放 就是被压缩 那么光笔大需要做压缩 你的放大机就必须是聚光的 因为只有聚光放大机 才能够做出半聚光的效果 彩色机头那种散光放大机 在放一黑白的时候就很受局限的 也有很多玩家到最后 喜欢做超大画幅的基础印象 我跟几位朋友都聊过 原因还是他们做不到 放大出印象的效果 因为基础印象属于一种半聚光 它作用的单向密度和卖射密度 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比例关系 但是极致的影调压缩 不适合做基础印象 光路的反差太低了 在考虑到影调压缩的时候 要考虑到底片的特性 往往灰阶少的时候 不适合做止步压缩 而是消除止步 消除止步就需要把整个底片的 透明曲线平移 通过增加曝光量的方式 利用直线段的密度差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底片上面 就会多出一个低密度区域 我们在放照片的时候就需要 把这个部分剔除 重新定义二区的起始点 我们还得把我们所需要的 这一部分影调在底片上面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密度范围内 这就是显影 影调压缩的照片 所需要的底片的密度差 往往小于1.0D 所以第46期视频 我一直没有拍 就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得拆分 好几期视频 才能通过知识点讲解 这个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太高 并且通过视频是无法照搬结果的 因为你看到的是他成功的那条路 是他身后的 而不是他身前的 每一个人的路 他的每一步的脚感只有他自己知道 应该要建立解决问题的逻辑和能力 搞清楚路是怎么选的和怎么走的 而不是东视笑评 这也是我从来不做线上课程的原因 因为没有暴露每一个人的特质 所产生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 所以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以知识点的方式去分享内容 亦或是向这期视频只讲思路 第64期视频 我们讲底片的测光和曝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